我是新瑞女学者 我听过新瑞女学者的评手 都没听过 我一定要说的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 新瑞女学者是专门做学生机票的女学者 也就是你们如果有空的话 到雅虎 到Google上去 试着是学生机票 可以我在自然搜寻 什么叫自然搜寻 可以讲一下 都不讲 自然搜寻就是没有放广告的意思 在自然搜寻的时候 排名第一个是新瑞女学者 那我在这边做什么经典 那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概括 就是台北市旅行商业同研工会的航空票 我召集人 我同时也是这个全国全联会 全国台北市旅行商业同研工会 全国联合会的航空票 我召集人 那常常有很多很多场合的时候 人家说什么叫做航空票的造型 其实很简单的讲 就是旅行社在开机票 他要把他的机票卖给消费者 卖给一般想出去旅行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航空公司的票里面结构上面 难度很多造成销售上面的混亂 这个时候呢工会就必须要出面 和航空公司沟通 那这个任务呢就分配给航空票的造型 所以我就是航空票的造型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台湾包发展的现况 我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 呃成功大学和这个大陆有一下叫做这个南京大学 那共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 那在这个座谈会之中的时候 呃 呃 抢邀请这个南京大学的就希望能了解一下 台湾的官方现况 因为现在大陆人台台湾的人很多嘛 他们总是希望说 哎 台湾的官方发展的情形很好 可是他们是一个学术研 又不是希望官方的讲解 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讲说 那明天单位呢 就去寻找工作工会 那碰到医药讲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说他们都没空 那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有空 所以我就去做这一份的演讲 那演讲完了以后呢 呃 他们认为说这些资料是蛮好的 那既然是很好 所以我想说今天呢 那我们在这边 把这些观光相关的资料 来跟大家报道一下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 看这个观光的发展状况 不是用观光的角度去看 而是用我们一般旅行社的角度去看 也就是说用工会的角度去看 好 我要讲说工会的角度 应该在讲 各位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字 叫做业必入会 业必入会 业必入会 也就是说 所有的旅行社 想要成为旅行社的 旅行社的 这个要执行他的业务的时候呢 必须要加入工会 这个工会是公司的工房 大陆也好 公司 工人的工 他就一直说 每一个公司 他是会员 他要加入会员 那在这个理念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 只要是成立履证 他就必须要加入 这个工会 就是这个型工会 那在这个呢 我向大家再报告一下 从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台北市 他的家只有1231家 这个是估计到上个月为止 1231家 整个台湾也过才3000多家 在3000多家之中 台北市就占了 大概三分之一家 所以 我们从其他的角度上来看 这里面还有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手市等等 那这些本市 事实上他的家属比不多 那这里面呢 就会 会 感觉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比如说旅行公会 旅行社 我们都其中在台北市 所以我从这一段 这个 这个笔图里面 可以看得到 台北市的旅行社 是最多的 那 那 那观光界 也许的重要数据 我来问我们看各位 你们两个要紧 好了 这个问题很简单 也不要太快 哪一年开放大陆看清 上面答案已经出来了 1987年 我再问另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看到下一页 哪一年物色观光组织 有没有人知道哪一年大陆跟我们台湾独射官方组织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 互相互承认 有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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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想 都可以停下来了 一年两年前 两年前的时候来才设了 独射官方组织 固射官方织 独射官方织 就是台湾设了一个台语会 内约设了一个海语会 那在台灣有一個觀光的宿舍叫台語會 那我們在北京設一個觀光宿舍叫台語會 那這裡面就是在講我們剛剛在講1987年到2011年 這個中間大家有沒有想到一個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們離此之間怎麼去交流 既然雙方都沒有觀光的組織 那發生的事情怎麼處理 那我要再問另外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剛剛就在講1987年到2010年的時候 處理兩岸人民之間有關的思路 應該是哪一個單位 我們也沒有外交部裁員他們也沒有什麼人在這個地方 那是哪一個單位在處理的 我記得我上次在問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阿納海西會 海西會其實在處理雙方的協商事物 但是並沒有在處理 並沒有在處理一般所罪事物 在這所罪事物的時候呢 有關於有事物 他通常都是鬼脫 我們也有其他的想法 那連密密麻麻一間地帶的事物 由1991年的時候呢 成立了海西會 那海西會 那海西會其實在處理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都按多事情 雙方的這個 坦白協商的固執 至於這個 其他任務權力的執行的時候呢 他可能是委託民間組織 那在旅行事務 我們剛才講的旅行事務 旅行事務就很清楚了 他叫委託民間單位 那你委託民間單位 應該是委託哪一個單位呢 大家可能會想出 那就是崩潰 崩潰又有這麼多的組織 台北有台北崩潰 嘉義有嘉義的崩潰 南南的崩潰 高雄高雲的崩潰 新北市也有一個 他的崩潰 他到底是誰來處理的 其實都在那裡 我們剛才講1987年到20105年的時候 高雄社群的負責文財事處好 當然 現階段我們在 派出在大陸這個地方 是楊貴的工廠 因為他自己 高雄舉的一個 派過去的一個主任 他在那邊捧頭 我們常常跟他開玩笑說 哇你就是地下大使 他要去處理很多 很多相關的事 這個是在2010年社群的 在2010年以前的時候呢 誰來處理這些相關的事物 我可以講一個 其他的 我可以從這四個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工會也好 是在處理怎樣這些相關的事物 20108年的我們參加大陸生 2010年的蘇花公路事件 還有巴黎山消貨車事件 還有最近8年的這個 一個車禍事件 我們其他的相關 在2008點5月12號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7點8期的地震 所以7點8期的地震 事實上是 我們以前的911地震 不過才就每個人 7點8期非常嚴重 地震啊 每個人一起看 那個震度就是 就是非常嚴重 在發生這個地震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到 有多少個群潭在大陸地區 有多少個群潭在大陸地區 有多少個台灣的家庭 在關心這件事情 他的親人如果到了那個地方 那我們再講文川 文川是在四川那一帶 如果那個地方發生地震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家人 如果說到那個地方去 我一定會緊張 我緊張的時候 我一定會打電話到什麼地方 大家會想 第一個就是幫忙單位 幫忙單位就是幫忙局啊 用阿達阿修幫忙局說 欸 因為發生大地震了 結果我怎麼辦 我家人在那個地方 裡面有什麼訊息 一定會有什麼訊息 一定會有這種現象 那其實 電話到的幫忙局 幫忙局不一定能在第一時間 能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 在大陸地區 在那個地區 那他會跑來 幫忙局一定會打電話來 詢問活動會 那學會動會 唯一最有效的單位 就是台北市民場的動會 為什麼他要問呢 他如果加一集的那個小區 他如果往台北 我們台北可以把握到全部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他會打電話來說 哎 到底發生那個地方發生地震 有多少的團在那個地方 有多少人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實驗的方式 在我們在留業這麼 大概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很清楚 在台灣有三千家旅測 大概做大陸線的提示 給我們哪些家 那其實我們私下去詢問 就可以掌握到八九的歷史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跟航龍寺聯繫 所以航龍寺只要飛出去 還沒飛回來 月老頭有記錄 月老頭記錄上面 就可以大致上掌控了 飛到大陸去 飛到四川去 又有多少團 所以這個時候 一發這個地震的時候呢 他們的新聞一爆出來的時候呢 工具第一個時間就問說 到底有多少團 其實我們早就停在那裡頭記了 除了跟相關旅測 H以外 也從這個航龍寺這邊得到訊息 當天晚上就發布了 當天晚上發布 看第二天發布的時間上面 數字上面差了一點點 可能有一些旅行環號什麼樣的 從別的地方繞進去 得到第二天的時候呢 才知道 從他們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發布 就是第二天5月13號的時候 滯留在那邊 它才超過100團 那從來可能也沒想到 2897個人 會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四川上 會停留這麼多的團體 那這些團體停留在那邊 怎麼回來呢 這一點就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問題 全台灣的 這個去的這些 這個旅客的金屬 都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因此啊 就會 去問我們怎麼辦怎麼辦 其實 我們也知道 說他們人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去處理呢 第一個 方向局不可能飛到四川去處理 海氣會也不會在這個時間去處理 因為裡面有時候太多的一些其他的 我們的游業務的思想 他們是不熟 不熟 不熟期的 那也就是說在5月13號的時候呢 我們公會已經派了四個人去了 我知道那個 第一個領頭的人是姚大光 他現在聽說 呃 理上一位工會的那個理事長 他就算了四個人去 那四個人去呢 每一個人對當地的事物都非常了解了 除此之外對當地的這個航空公司 都非常的清楚 因為他們第一天到的地方 安虎海運 安虎領隊 因為從台灣就已經帶去了資料 直到我們這邊有一百盤 一百盤的一百個領隊 到了那邊第一次也全部聯繫 聯繫清楚了以後 我們已經掌握到說 你大概在哪個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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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些後的 我已經在我們有幾個區域了 那第一個就是掌握全部的旅行團 這些旅行團轉過住了以後呢 又要再想 說他們怎麼回來 那再想回來的時候呢 困難就多了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實在都沒想到的 因為有一個團 有大概 三四十個團 在這個 九代東 在黃山那一帶 那那邊有一個叫 機場叫做九黃機場 在避震的當時 那個機場就關閉了 那關閉了以後他們要怎麼來 渡覽車很開回來 因為那個道路 全部都是分封離析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家發現 當時四川航空 有飛機要飛到那邊 它飛過去 有載率的 全部是救難物資 全部是救難人員 但是回來的時候是空機回來 因此呢 我們都會就第一時間 跟四川航空聯繫 大概會有一個很奇怪 我們為什麼會跟四川航空 的外星網 因為我們都做渠色 跟航空 這些都經常去流往來 不要想過在大陸期間 就是在台灣我們也常常去往來 也常常去往來 每身也經常去往來 那有一些跟四川航空聯繫 說你們那些 陸戰飛機過去了之後 被回來重機 可不可以 我們把你們那個 回來的飛機 全部包下來 那它實際上沒問題 好吧 我們回來的飛機 我們都會全部出了 就是去了飛機的尾程 全部我們包下來了 那在進一步的 跟台灣聯繫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那個理事長去的時候 他身邊帶了好幾個電話 除了那一百個領隊的電話員 也帶去了台灣官方局局長的電話 也帶去了海基會裡面 相關業務的電話 也帶去了總統府一些 相關人員的電話 其實很多人都在關於那些事情 因此呢 就跟他們在溝通說 我們這些事實很要派去去 當然中華航空車 遠望航空 中華航空車 長華航空車 附近航空車 都說沒問題 他就可以開飛機過去 當然我們第一個考量就是 九王氣壇的人 你怎麼出來 然後呢 我們剛才講嘛 這個救命的飛機過去 過去的時候 向迴 向迴飛的時候 把航空的人員全部開出去 那時候發生一個 很好玩的一個現象 就是 當時在機場上 所有的人 都想發生 九王氣壇的飛機 飛出來 飛到程度去 那又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 工會的人 跟他們在想說 你們在那邊 這個旅館在這邊呢 後住 那當他的機場便 一飛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算上面的位置 就不好看 因此這個飛機 如果我們做130個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算 你這邊有幾個人 你這邊有幾個人 這幾個旅館的 130個人 全部到機場來 那當這些旅館的人 他開始要 說要搭飛機 準備說車子要到機場去的時候 在那個旅館 不是只有他們這些團體 因此其他的人 一看說 你們要去機場 大家不跟著要去機場 結果機場那邊的人山中海 全部都想搭飛機 那個時候呢 既沒有飛機票 所以公安人員是說 只要拿中華民國 台灣護照的人 才能進去 其他人一概補得進去 所以在旅館 那幾天呢 我們在撤退的時候呢 不管你是 這個金 金把碧 或者是你是中國 當過什麼高官 全部擋在外面 只要進去的時候 拿中華民國護照 就可以進去 所以呢 一般飛機接著 一般飛機飛出來 飛出來的時候 到了 這個 成都以後 中華航空機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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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續進去 所以 當他接完回來之後呢 新聞上面的報告 當然少數有一兩個團 後來留置在那個位置上 是因為 當時沒撞到 那後來 也發現了 有個領隊從那邊走出來 發現了 發現了說 他別的飛機回來 其他人大多數的人 都是這幾萬飛機 把他們站回來的 那當我們在講說 奧夫區波特站回來 沒有一個人死傷 沒有一個人 有任何受傷的情緒的時候呢 哇 覺得好感動 這種情緒 就像我曾經看了一部電影 想當一個華航空公司 被人家解析 接拉拉拉不去 那結果呢 美國派特種部隊去救援 救援完了回來的時候呢 記者全部圍到人死在那邊 想 哎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想得一大堆 那那些救難部隊 那些這個特種部隊呢 從飛機的尾端 走入機械 上這個風雲的這個轉席 飛走 哇 就是這種情緒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安安全全的撤退 新聞記者所報導的 全部是怎麼樣回來怎麼樣回來 但是沒有人在上面去跟他們說 這個是屬於他們勞力最盛的 那講到這幾年 怎麼沒有聽到各位的掌聲呢 好 謝謝 我再講到這個很簡單的事情 這個蘇花公共的一個 探望事件 這個探望事件是在2000 2010年的時候呢 這個有一家女色叫創意女色 這家女色 具有港資的身分嘛 那我發現他們是客人蠻多的 所以他來台灣在這個旅行盤也蠻多的 那在1621號 這一天的時候呢 花蓮這個地方探望 差不多那個時候 探望是因為那一段時間下雨下得太久 所以他的車子從南往北走的時候 在蘇花公共的探望 探下去的時候呢 就掉了台裡面去 我想這個新聞啊 兩年前發生的事情 大家應該記憶有 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所面對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知道有的暗車是重的 也就是說在發生事情的當時的時候呢 創意旅行車的經濟已經在跟我們聯繫了 那我們在聯繫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想說事情可能比較嚴重 因為找不到 找不到這個車子 很可能會掉到海裡去 所以我們等了一天 我們為什麼要等一天呢 第一個 那種救難人員可以近距離的是再去搜救 如果搜救不到事情第三天 有就是說 21號 比如說23號 那一天 就會 我們準備要去面對 所以在23號早上的時候呢 我們所有工會人員就集合在議會 工會的時候呢 就開始分別任務 我分別了一個什麼任務呢 我就是第一個要去機場 去準備接一個官員 這個官員呢就是大陸的官員 所以我在想說我們要面對的 發生的事情 我們要面對的 所有的媒體外 大陸官員還有一個家族 好 這個事情是一個意外 但是我們第一個要先對著大陸的官員 我們從小時候聽到 我們大陸官員 其實都是很長得很這個 面目的那個靈人 當然我們要去面對他 其實我身上呢 帶了一個PASS 那個PASS呢是 嗯 很多場合是可以突破這些 這個限制的 就可以直接進入到管制區的 那我帶了那個PASS的時候 到機場去的時候呢 帶了 帶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 第一個是 龔北中語的總經理 龔北中語就是說 發生這天事件的提示 他已經在第二天 就是發生事件的第二天 22號就已經來到台灣了 然後呢 在這邊處理 發現還是沒有找到的時候 他們的官員就在第三天 就是第三天要來 就23號 那我帶了龔北中語的總經理 還有帶了一個創意語實色的副總經理 現在已經是創意語實色的總經理 我帶了他們兩個人到機場 那我要去機場的時候呢 我就在想說 我應該怎麼樣去機場 所以我就被光局的官員通電話 他跟我講說 你身上所有的證件我都拿到 拿掉不要出現 因為我們在機場上 我只要帶了這些證件的以後呢 所有的請責就會灰到你 我們怎麼發言都不會 因為我們發生的事情 是有公開的發言的 我們不能隨便發言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把證件拿到 拿掉很多 大家就坐在這個地方等飛機的時候 我就看了前面機台都是記者 人山人海的記者 那我們就躲在後面 那我事實上 我跟那個光局的官員講說 記者太多了 我方便出面 江蘇的官員 我請他到機場後繼室裡面 去接他們出來 那當然 光局的官員 他把那個pass 一帶就可以走進去 走進去就在機門口 把這個官 這個大陸來的官員接出來 他接出來 走出了管制區 走出了管制區了以後呢 記者就開始飛上去了 每一個人都在問其他論 每一個人其他都在問 你認為那一次的世界上 你有什麼感想 其實人家還沒開始想 他就一定有感想 他連台灣的什麼狀況都還搞得清楚 所以當時那個官員 是不敢講任何一句話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在後邊 光局的官員想要跟我說 人已經接到了 要準備出來了 要準備 當時我們會出到他們的門口 會走出來 會走到這個位置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車道 然後呢 我們的車子好 請他們開 從這邊開過來 我要從他們車子開到這裡面 或是這裡面 從那樣的順向方式 為什麼要開到這邊呢 等開到這個時候 當他人走在 當那個官員 走在這個位置 被記者 他們回去的時候 記者會問他一些想法 那個官員 還是要大力了解 我先來瞭解狀況 我剛剛到台灣 謝謝各位 提供自己的媒體的關係 他講完這句話以後 我就從他面前 我是某某人 請跟我走 他就迷了那個皮包 跟著我走 我是往這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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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說 我要往那邊走的時候 然後我們上個車 車子再往這邊開的時候 其實會哪個隱隅 因為路者 你就走不動 所以我們是往這邊走 上個車 記者全部拿到天 拿到在後面追了 那我們一路帶他上車 上完車可以一歸 結果 在車上路的時候 我們就向他 先捧望 所以這次來了以後呢 我們預計 要把它放到形象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我們是把它 所有的團員預計 這個官員來了以後 當天晚上 所有的團員家屬就會來 當那些家屬來的時候 當那些家屬來的時候 他請怎樣怎樣安排 他們住宿的問題 他的住宿如果太長 他會在那裡抱怨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要安排 一個五星級的辦公室 福隆飯店 在新 在 在 深耕那個地方 福隆飯店 那是一個五星級的辦公室 換來那個地方 你的好處 第一個 我在市中心 不會有很多人的圍觀 開任嗎 在那個地方 讓記者去 不太方便 但是 那個地方 要走上每一公路 比較方便 那當然 在 車子裡面 我就跟那個 官員做了簡報 簡報了幾分鐘 我告訴他 我們 現在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怎麼樣的安排 你的家屬 要出去選擇辦店 那個辦店 你的設施怎麼樣 那官員很 很 關心的一件 那個態勢是個五星級 我說是 你放心 絕對沒問題 所以當我們開到 這個 飯店的時候 事實上 連飯店裡面還有一個價值 就是停車場的一個價值 譬如說 當你的車子開下去 一般的人員 他們開在一般的品車場 但是呢 這個品車場 在把重要的狀況 失效的時候 我們都特意開到夾城裡面 品車場的夾城 然後從品車場的夾城 然後再走樓梯 到 這個夾城的接待地方 去做 這個 確定的動作 那 這個報告 先跟這個官員說 從 我跟他的報告之中 我發現 他們在處理事情 好像也不是我們那樣的觀念 第一個 大陸的觀念 我看到他那個也 他們蠻帥的 然後 在處理事情 也是有條例的 他一個飯店的時候呢 他先往我給他看 拉比的狀況 我就看了這個 拉比的狀況以後 他跟我講 那些紅花球 那樣子 紅色的東西 黃色的東西 都可以連到 那個 哀傷的東西都可以存在 但是 其他東西 我們也就讓他的歷史 都反對 相關分證到 然後 跟他報告完了以後呢 再幫他們準備 所有相關的事項 包括 晚上要來 事實上 這個裡面後來 我們在統計 一個五十六個 十九位大陸人士 那十九位大陸人士來的時候呢 一定有十九個家族 家族會來 所以在當天晚上呢 我們在機場 派了十九輛 都騎一個車 就是九人坐的 車子 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族 直接進一輛車 這一輛車裡面 有一個自封人員 自封人員 我們也是在當天的時候 早上來 打電話給我們一群 留夜的 熱心人士 來做自封人員 他就說 這個自封 自封的人員下面 後來這個 吃季 功德會 他們也打電話來 說他們可以 請一些師姐啊 來幫忙啊 可以他們心靈上 療 療傷啊 可以在那邊幫 幫我們也排除 後來這個 車子跑在機場上 等的時候 浩浩浩浩浩浩 排在那邊 十九輛車裡 他們的團體 一出來的時候呢 最怕 他們如果坐在 一輛車上面的話 一個哭 大家都跟著哭了 那一路哭到 台北也是在挑戰 所以我們是 刻意的 認真四輛車 每一個家庭 你這個家庭 哪一個人 一個人就坐好一輛車 一輛車 那一輛車 也用我們的自封 來一個 就是跟那個 那我們的自封 事實上 他就找一個政策 所以他在 講解台北的風景 都沒有問題 但當天是沒有問題 那四六條車 排在那裡 電話號的 資源記者也 偷了他們畫面 回到每一個人 上車子 就開到了那個 班戀區了 班戀區的時候呢 那個 一開下去的時候 所有的記者 就在後面 車隊在那邊追著 當然我們一進到地下室以後 他們也繼續往下看 但是他就進不到 我們的家庭 所以他是 到了其他的平衡 結果 一般的記者 當他們 找到那個班戀的時候 卻找不到那個 我們要再想從家庭進去 以後 我們在家庭的地方 就把所有的 來的這些家屬 在這邊幫忙辦一些 跟他們說明 說明狀況 我們尋找的情況 如何 第二天 我們預計什麼時候呢 就讓他們去看 他現場 當地的 這個其他 去探視 這些東西都要讓他們 理解了以後呢 再請他們回到飯店去 好 他們就 當天晚上大概搞到 一兩點多 這些都去 我們回到飯店 第二天到十點多 他們下來吃早餐 吃完早餐 這個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在 也就是他們帶來 台灣的這個 七八天之中 一輛車就是跟著你的家庭 那個家庭 他如果這樣說 我要去什麼地方 你只要講完了 這個車都會帶上去 但是唯一就是 不會再拿到 億億大樓 因為他每個人都想 台灣有一個億億大樓 他每個人拿來台灣 都想到億億大樓去想你 那你到這個地方 含個哀傷的心情 你們還帶你到那個地方 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的跨人家說話 所以這一點 我們覺得很難 但是你要去其他地方 你要去哪個地方 塞住都會說什麼 我們都會再進去 同時他們在第二天的時候 我們就把阿翰開 因為很多家屬 他們越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你就越激動 常常也是在講說 泰國人不見私人 或者說什麼 這個 我沒有看到人 我起碼還要看到死人 我才會認定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會把他安排到 第14年5公里 就是第14年5公里的地方 讓他們在那邊跳樓 可能在那裡 要舒適的力量 那這個基因之下 他還有更多一大堆諮詢的事情 包括台灣的法律 還有配上相關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要第14年去 跟他們去解說 那這些事故 都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剛才講的這些理念的時候 我才發現 這個大陸隊員的官員 這個時候是可以發揮效應的 大陸的官員在很多場合之下 他也是在幫助他們的人民 去爭取這邊的群體 就是說在保險的時候 他認為說 哎這樣的保險是不是太低了 這樣的保險是不是這樣子 應該要多一個這個 應該多一個這個 然後你們應該要這樣子 應該要這樣子 他很多時候都在為他們的人民 應該想好 可是到最後的時候呢 當我們說 他為你陪上 511萬每一個 每一個人 一個人陪他511萬 511萬每一個時候呢 沒有一個人敢發言說 好 這個時候呢 我發現他們的警方 全部都在看他們的官員 那發言說 可能這個511萬是必要所有的 好 大家說 沒問題 我發現511萬的公司好像很多人 甚至我們還開玩笑的時候 沒有人在那邊講說 哇 以後來到台灣 每次最好發生一個這樣的案件 你每一個511萬 或者一個意思會 那個開玩笑 那這個時間就是在說 八十一件 我們請看到下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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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再讲一下阿里山的小火车事件 阿里山的小火车事件 这时候在去年12月7号 发生了一个小火车 那个后面的小火车 后面的车枪掉三沟下去 造成了一些伤亡 造成了一些伤亡 还有一些伤亡 当然我们在处理这个东西已经很有经验了 我发现死亡反而是很好处理 因为死亡最后可能就是没啥 我们经验的 那最怕是受伤 因为我们这里面发起了好几个人 他后来是重伤 重伤的状况就是下头在 在这个医院里面 是住要住很长的时间 那他的心主怎么办 他心主要留在这里慢慢陪伴 那这里面都是蛮多的问题 那因为是阿里山小火车 阿里山属于林务局管理 所以林务局是关于第一时间早上我们说 你们这个案件帮我们处理 不知道你们没有经验 已经到处理 那事后我们应该要 就是说你们可能的花费 我们的伤互们 当然这个他们最后 我们就是从这个 我们在做 我们从台队派很多的人 派的刺工派的东西 跟当地的饭店 马上订好饭店 给他们处理 就一个很大的事情 那当然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也是在谈这个赔偿的问题 那赔偿的问题还是一样 比较棄手的 很多人在想到 那最后呢 也是要去跟大陆的官员去说 大陆的官员说 你这个还蛮难合理的 因为他的计划 还能给他们的签词 你这样 这是阿里山的事情 但是在这一次的时候呢 阿里山是对于一次的 赔偿比较多 在前面看的时候呢 赔偿比较少 赔偿八百六万保险的位置 因为多了一个走车照顾 我觉得林区局 他的走车照顾 他除此之后 我希望每次的保衡区 平安保险盘 保险意外保险 这个还是照片的 那因为 阿里山的 曹偿二三个事件 有所有人 有多赔偿的 所以这一个事件死亡的 大陆的官员 他所获得的赔偿 比上一个事件 一个上次事件 在西华庚历尼 他询问的不是 那是骗灾 那是人为的 人是没有想事的 如果有想事 那样就是这样多的意思 好 这里面的话就是 八百六万 我们要下去 好 我们刚刚在讲到 我们开会公会 刚刚在大巴掌公会 在做很多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来讲 现在都算是公平 我们帮助我们整个旅游业 处理一些旅游业 可能产生的一些 意外事件 那当我们 在这些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因为我们的权力好大 那林务局在这个时候 八十四一派还带着 我们在讲 讲到这个 好难的事情 林务局当时 我们在那边 跟家族来开协调会的时候 林务局的官员 好像那一天 这个晚了一点到座 我们找不到人的时候 是一通变化党的公公府府区 那他在调为 找不到公公的官员 因为我觉得 我们把这个 相当的官员在找来的时候 对不对 那大家其实都很难看 那你发现 你在听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你必须做很多很多的群组 可是 我们再讲一个 当时林务局 跟我们在那边讲的时候 我们很贴你 事实上到最后 我贴这个机器 然后我发现 这个金额实在太少了 对我们来讲 好像都在做工程 常常会发现 我们可能都会 要自己去贴一些钱 去做这些事情 但因为他的钱包他给人 大概是这里的倾向 第一个 所有的女生 参加这个地方 入汇费 入汇费有多少钱 再来直接 汇费一年也没有多少钱 还有几千块的一家 那个 三天压力 就是这个 我们才能够一千多家 大家也没多少钱 当然出币很多事情 那咱修费了 那咱修费说 那现在是 通行不禁止 我们经济费很少 景气是这个 也其实就是 带全丢丢丢丢的 最为一个事实上 那咱修费是个 非常重要的事实上 就是我们发现 因为大家都 为了这个筋盈 所以 所以在流汉到美的峰 都开始在办压 那当然 這個展覽也是壞事 他可以幫面接一些這個 形設 可以藉由展覽的機會展示他的產品 把他產品賣一個消費者 他可以多賺一些錢 他來找這些展覽相關的費用 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賺一些錢 可以去做我們其他的 當然我們賺到錢 我們最後還是會回費用 我們所有的費用 我們大概已經延續了3點 相關結業的會費用 那其實這裡面有來自一個很大的收入 就是災難 就是災難 那今天這個燈光桶 不是很清楚 你看我們在這個右上桶 這個地方 大家肯定看不太清楚 在第二台上面這一台 正中央下面的台北 正中央這一位我們台北都會的民事黨 那他左邊就是 台北中央群群群 在右邊呢就是我們 在外面都會的副總統 我跟妳講這個 某些總統他都非常關心 我們已經連續幾年 再來我們才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在中央會的時候呢 他說七字第一 那當然會場 我們都是人山人海 那上面有些零器節目 都皆大關心 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好事 那我們剛剛在講 我們流眼的眼鏡 我們剛剛在講 他那麼多就是現階段 華人的狀況 我們還希望跟他 再解說一下 1979年的時候呢 在過去的一些眼鏡 在1979年的時候呢 我們在開放大陸 這個出國觀光 我記得那個時候啊 可能在座 有沒有人看你 是真蠻前性的 謝謝 那個時候呢 我已經在漁業堂 那個 我記得的畫面說 我們在幹護照的時候 到七號出國的時候 來只有 出國的方法 才可以出國 你是可以解決變形狀況 現在我們在建議時期的時候 那剛才1979年的開放大陸 開放大陸 開放大陸是有發行觀光護照 觀光護照的時候呢 它會在最後一頁 因為這樣也好 到現在我們還會的 就是說 嗯 限制前往 這個共產 就是 非共產國家的地區 外的國家的地區 也就是說它是 只允許你在其他的地方嗎 它不需 不歡迎去共產國家的地區 所以那個時候呢 包括蘇聯啊 東歐啊 東歐啊 都比較小 都比較小的證據 但是你看到那個 不知道什麼東南亞 這個時候最尤其是呢 貴賓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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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現在好像好幾年沒當上了 關係也開始緩和了 它是沒有機會回到他家上去 但它有真正的也回到他家上去 那個時候 其餘人到一場開放 大陸 嘆氣 哇 他們都嘆氣一開放的時候呢 當然那個時候是經過中轉 也就是說 從從從這個台灣飛到香港再飛去大陸 那這個時候不得了啊 那一開放的時候呢 在戰爭海媒院的發表 我記得那個時候 紅石就會在清燈南部 每天都是排了很長的長度 人籠齁 在民宿的盛行 那就是1987年 1987年的時候呢 民宿都發現了 那個時候 以前我們是限制 旅遊業可以開放的 就是說 沒有幾家旅客就這幾家 那那個時候一開放 每一個旅行車都覺得 哇賺錢好好賺 因為出貨的人變多 旅行車還是那麼少 都不能那麼少 那當然旅客就大 你就分得比較多 所以在那個時候 後來我們就在講 阿良公平應該都開放了 就在那個時候開放 開放的旅客 就是1987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都知道 不在限制 那 這是我們在台灣出國方面的一些感應 在20105年的時候 我們在中國宣布開放 駐台北 20105年大概是最近 連累過幾年 那再來就是20108年的時候呢 飛機結完一直 我記得那個時候 大陸開放 大陸開放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大陸的客人 跑到我們那裡 我跟他後面的時候 他就想說 哎呦 周邊知道你們的好辛苦喔 還要繞一個圈子 每一個人都什麼 一個口勁 我在想 這可能是他們的 上席指導員 然後教他們怎麼講這些話 他每一個人都是很口勁 那我們就快點快點快點 終於到了208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指揮的齁 就是63公分齁 不管你超過的工廠 那通通節外取值齁 在本天齁 12年在今年的7月齁 我們在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兩岸只能直行點 已經增加了9個 台灣有9個點 飛到大陸市的一個機場齁 光客齁發現的是配額 每天只能超過 或者超過500個 真是死亡方法 其他市場很難民 所以啊 如果你要承上 365天的話 已經講80萬 但是我們在運輿 今年大概 整個旅遊業的話 今年到年底 12月25號前的時候 應該會到700萬 差不多700萬 是涵蓋這個 這個大陸市的 那一點 也算增長了很多 在這裡面 那其實我們這個 來講 黃公司 航空公司要飛 航空公司要飛的時候 不管是大陸的航空公司 要飛到台灣 或台灣的航空公司 要飛到大陸 這個都要經過航權的談判 所以航權的談判呢 就是 他們準備幾班飛機 他們可以飛機在航次 我們準備幾班飛機 我們可以跟幾個航次 都在談判桌上在談 通常在談判的雙方 或是屬於對等的 那只是說 台灣有那麼多天氣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台灣有六家 都會有八家 那這裡最好玩的一家 就叫遠光黃公司 遠光黃公司 在前前已經倒閉了 結果在黃公圈飛的時候 還是繼續分給他 黃公圈飛完了以後呢 他又開始成為航空公司 那這邊的航空公司的時候 現在還居然 又開始飛 又開始很飛 所以這一點 我也覺得很棒 在我們的外面上來講 航權的分配 其實就是給航空公司 有起始人生的機會 那也因為航權的分配 也給航空公司 帶來很多的獲益 那因為說 大陸跟台灣之間 航權上的分配 所以目前台灣的航空公司 都績效得不錯 前段時間 什麼 像日本的航空 日耳的航空公司 宣布倒閉 在美國的什麼西北航空公司 沙北航空公司 宣布倒閉 都曾經倒閉過 就是我們台灣的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公司 我記得以前 大家對中華航空公司的 好向服務也不怎麼樣 看你沒倒閉 那現在服務好一點了 那另外 常用航空公司也不重 所以我這樣 就對這個人 麻吉利道行 在 在 剛剛我們在講的 這個 點邊的時候的時候 2002年的時候 行政面 曾經提的 第一句就是說 剛剛貝斯計畫 那貝斯計畫 一想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大陸嚇了一跳 我們整個有些嚇一跳 那你要想 剛剛貝斯計畫 怎麼會容易啊 你要兩百個 玩一下 變到五百萬 有這麼多飯店嗎 有這麼多遊覽車嗎 都在跟 官方局的官員那邊質疑 那我這個質疑的時候呢 他就說 那這個是以希望目標數 超了2008年 2008年到2008年 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還要六年之間 繼續去做規劃 那這個規劃的時候呢 我們剛才講的 光色是否完善 光發的旅館是否完備 好 那結果 行了一個規劃 過了在六年之後 過了八千八百四十七 這是非常大的一筆新聞 我記得那個時候 第二年的這個 光臨軍長 他在卸任了以後 他實際上很不透露出 他當時那一年的時候呢 嗯 我們常在想說 要五百萬塊 他就是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編列沒有那麼多 結果他大概好多預算 他說他真的是傻眼 他不知道怎麼花錢 他跟你講說 有沒有哪一個 進來哪一個官員 可以說 哦 我不知道怎麼去 去花這個葡萄堂 這個還蠻少的 你給我的預算是 越多越好 那那個時候呢 他就說他得 但是這幾年 卻有沒有什麼效益呢 其實我講一點 我記得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呢 我換了到台北市 台北縣的時候呢 我常常看到台北縣 我們都很 我們不時常看到這個現象 就是滿地的都是 我們都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滿地的都是 不是那個 飲料棒啊 就是紙張啊 就是滿地的時候 那在就是滿地的時候 我說 怎麼要去台北縣 他們都不公衛生 我常常跟 有一些 台北縣的那些官員 不是台北縣的一些 這個 這個朋友 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他說 欸 你們台北市是出怪的 台北市不一樣 台北市是守山之地位 台北市有很多的心肺 那大部分人啊 你看到台北市 每天早上還有一個 氣別夫人在那邊打死 那大部分少很良心 嘛 你看到一些龍啊 然後標準過台北縣 包括其他的縣市 都有很多問題 那其他縣市會 常常在海邊的時候 你也是看得懂 但是這一次我們在講說 剛剛被一支計畫以後 拿他們很多的經費 有關於有關於 然後他不知道怎麼 承不出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在建議 每一個鄉鎮市的親戚 他們一定要做得很好 而且呢 你要去做長期的規劃 去建設一些 一些相關的景點 那其實這個東西啊 我們是建議的 然後我們就決定去 然後我們決定去 然後我們決定去 當地人 但是最近這些年來 我在看啊 不要講說財政性了 但是其他所有的縣市 都很乾淨 所以這裡面是發生效應 而且從大陸的很多大陸的 大陸的平包來了台灣 來觀光的時候 他們說 喔我們台灣真的不一樣 台灣好乾淨 其實我去大陸也很多次 但是我去大陸的 我的意願是大陸很棒的 為什麼這樣 他那邊啊 到處都在建設 他那邊建設的時候 來蓋房子也好 蓋地鐵也好 蓋高速度也好 蓋位置蓋 從來很廣的灰塵 所以啊 滿街的灰塵 那個灰塵啊 然後鋪滿了 你車子一剛 就是後退一塵灰 那你走到外面也是啊 回到 回到幹面的時候 來避免原動石灰 那整齊 動力的小時候也 死去的時候也差不多 那我說大陸 可能在這方面 沒有注重 我們今天如果要蓋 任何一個建築的時候 他一出來 這個灰塵 灰硬啊 你車子要先吸氣 你才能開出來 因為沒有吸氣到外面 會開發斩 那所有的這個 這個灰塵 在這個末大的時候 來建設地方的時候 回到大區 去看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要來 那些灰塵灰 那些灰塵灰 又趕去看的時候 喔 那些灰塵灰 小時候的想像不一樣 那些水好清澈 好乾淨 這些人也都是 在光群 投入了很多的預算 去做這些事情 相應 那我剛才講 我說我們最灰塵的 這個浴管夠不夠 其實我們有時候 當然也 過濾了 過濾了 因為有六年的時間 2002年到2008年 有六年的時間 光群可以去做很多很多 相關的措施 他可以去做一些 鼓勵措施 希望很多的販店去幹 但是他可以發布一些訊息 發布訊息 以後呢 結果有很多小型的 地產公司 或是建設公司 他可能也想 派我速度多來 蓋一些販店 或蓋 蓋小型的販店 那當然又有一些 國際性的連鎖販店 他進到台灣來 所以他也希望能 易進到 四連鎖販店到台灣 但是在 這六年之中 擬進了不少的販店 所以 這個領導的信號上面 目前沒有很大的狀況 請到下面 在2008年的時候 發生了幾個 很有趣的現象 在2008年以前的時候 外面從來沒有做評鑑 那那個時候 我們會常常 會遇到一個 很 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們去報價給大陸的時候 大陸在那邊講說 你要報價要便宜一點 我說可以要便宜一點 我們幫你安排 五星期的販店 然後給你三星期的價錢 那這個話 我們都要講出去呢 大陸的 那個留業者 是最喜歡聽的 他可以用這樣的行程去安排 然後再去賣客人 可是當客人 住到台灣來的時候呢 大陸突然也不是傻瓜 這裏面曾經引起很大的一個糾紛 就是在這個 戰友的旁邊 有一個叫做 好幾個販店 就是規格院 它事實上是一個 不稀奇的販店 不可美化 但是啊 它具備有這種條件 可是你去看它的包比很小 包比很小 很小 如果說我們真正用我們的直覺去判斷它的話 我可以把它判斷以三星期的販店 但事實上它就是一個 五顆梅花 那這個行業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在開一個玩笑 我不管你販店怎麼樣 你販店如果跟我講說 你是五顆梅花 我就跟你講說 我會是五顆梅花 四星期的販店 大部分人 不管是五星期的販店 好 四星期的販店 我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販店 你給我的報價是很便宜 如果你給我的報價便宜 我就報你 所以你們摸著台灣的油業 就拿這個好幾個販店 你們沒有用 賣到大陸去 就跟他們講 那你們的團到台灣來 住這個好幾個販店 我們販店那個地方不錯 走出來就是西門町 西門町 西門町 住了五星期的販店 家裡的販店 不是很貴 那個風景一樣很漂亮 旁邊又有淡水河 他想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的方法 我們就拿住 結果一住間來的時候 我一看的話 他就想 這是五星期的販店 就很多的事情 然後在他們 回到大陸去的時候 來做一些評估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葉子 都在那邊騙人 明明是三星期 哪個叫說不定 那我說對啊 你去看啊 這個旅館門口 確實是 畫了五顆梅花 他們在想說 欸 那個梅花 應該是他們貼上去的 搞不好就是三根梅花 貼了那個梅花 因為他們用大陸人的想法 大陸什麼叫做三在神 就是你三根梅花 可以貼成五顆梅花 你三顆星 都可以貼成五顆星 但是在台灣指標 後來幫我們就認為說 我們應該再做一個旅館的零件 它那個體驗就是搶破型 它在今年 到目前為止 一加七個六顆 它本來是希望針對 五十間以上的這個販店 有六百七十家葉子 去做這個地方的評鑑 到目前為止 才只有 一百七十五家 工作的這個評鑑 那這邊有五十一家 五星期 二十一家四十一家 三十一家 三十一家 五十一家 沒有七十一家 那當然 反正是七十一家 這個評鑑的時候 可以公平合理的 讓人家瞭解 說你住的是怎麼樣 不斷 你收了你怎麼樣 這個我想說 對 你們雙方都是好事 不斷 我們剛才可以對其他 說大陸開放觀光以後 還有這個 早期的時候 就大陸開放觀光到台灣來的時候 和早期不一樣 以前我們早期的時候 因為台灣當開放觀光 所以出國的人沒有多 所以我們的流業者 大部分都出 都實在已經在凹棒 凹棒就是泛出國 出國的業務 叫做凹棒 那那個時候 大概可能是大時的 啤色 就是在做凹棒 但是 當大陸的那些 台灣貓貓進到台灣的時候 那台灣就是要 在做英棒的業務 這幾年來 所有的英棒的業務 都在波波發展 波波發展 還造成了很多 很多人期都被台灣的改變 在台灣的現場方 那在專注的這個 裝置之下來 很多人都開始來專注 英棒 也就是說 大陸的台灣 還在台灣的機率比較多 它是在接他們的生意 可以帶動他們的獲利 所以現接呢 大概 百分之七十來做凹棒 百分之六十來做凹棒 百分之四十來做 英棒 這個業務 那這個業務 已經在中國的發展 那這個 因為波波發展的改變 造成了一些 其他改變 就是 導遊頂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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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現在是最夯的 所以在 我 我 面對到很多 波波科系 就有波波科系 在這邊 有沒有波波科系 怎麼覺得 有波波科系 可以去取一下手 沒有 在波波科系的同學 他們都是希望在他們 在學的期間 就去考一個 導遊指導 導遊指導 導遊指導其實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 英棒的英文語 和指導 英棒的國語 和指導 還有英棒的其他文 和指導 可能說是 韓文之類的 那也有 包括大陸的 那個領隊指導 也有包放到大陸去的 國語 國語就是指導 有好幾種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一上個團子 我們要帶團的時候 都必須要來指導 按這個指導 你考了以後 你發現 語心牌變多了以後 結果考照的人 就會變很多 他都在考照 所以每年都 有很多人在考照 那这些年代其实会在理工的市场上发现说具备了准备指导 导致指导的人已经开拖了 结果就有人出发去想说 那下一次我们就导致指导改成为方 现在是读考 早期我们会说考试 早期我读语试的时候 考试是工会读折考试 工会考完试以后呢 你合格 你就请工会帮带人给你训练 训练环境后面就只有一次到一天去戴团 那后来把它改成很好 因为国家很好 现在有人突然想说希望改成刀 但是其实在早在十年前就有人在产生这个问题 人们都一定要反备 为什么如果一旦被这刀搞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 每一个带团的人员他要求就会变好 所以这个团费就会提升 或是团费的提升 或是有一天我们可要去找个导游人员 可能很少 我们站在轻易的角度就知道 所以是反对一个 但是社会上有另外一个声音 他觉得我们台湾的 你对导游也好 他比起大陆的导游都差一几年了 但是我们这些股信念很太多 所以他们认为说要进入到 但路安品谈到目前还没有感 只要带团要先具备的这些执照 那刚刚我们刚才讲的说 昨天就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很 尤其是就是光光科系 我发现很多学校 一设立了光光科系 就发现光光科系都有些报 有些没有办法 其他的科系可能还没有办法 但是哪一个学校 如果有这个光光科系 出名的 他这个学校的招生可能不过 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发现说 在教育界里面一直在传统说 未来的教育 不管是工地学校 要有私律要有 私律要有 私律也会 每次会因为说 你自己要去复照 这个才能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 你们能够找到很多学生 少此话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大理题 少此话 未来也有那么多的学生 那在这么多的时候 那当然是我们要去做了 我们要去开的一个科系 可能要跟世界的产业 和一个航空 所以在课题 一下光合科系的那种体验证明 我记得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我认识光合科系 那我课的时候 读光合科系的时候 光合科系很少 而且光合科系的老师也很少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有一节 叫做航空票课 我记得很清楚 航空票课课 它结果找不到一个 好像是一样课 我记得在光合航空课课 我们也训练了很多很优秀的讲师 结果那些老师 全会进去的数字数学语 也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上课 结果最后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找到一个什么航空语课 也就是做航空课课的老师 他来跟我们上课的时候 来票课的东西一概不通 上课考法师 我们考完就过了 所以我们当时也对学校 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现在很一样 现在在光合科系成立以后 发现师之很不够 师之不够的时候呢 其实就在我们到 留业里面去寻找 很多的学校 具有光合科系的研究所 在到里面的留业里去寻找一些 便宜在进一步去课课 这些人在光合科系的研究所毕业里面 就到了技职学校去教光合科系 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我发现还是蛮庆虚的 那再来就是 光合图业 我刚才讲的 想法 把这个寻游时照改成的高考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 光合数值的提升 其实呢在这些年 这些年代 不管是光合局也好 光合会 都可以都针对这些光合成业里面 或是寻游领对这些 进一步的再造 也就是说经济性的 一个人在做 这类的再造 那是目的呢就是要让 这个所有的专业人员 的素质的提高一点 让所有的光合客进到台湾来 有迷失无畏的感觉 那还有一种现象 也是瞧瞧 在发生一个旅行社并购 我们刚才提到 在台湾的旅行社有3000多个旅行社 那你们有没有想像到 这个旅行社的并购 已经开始出现了 热的话 热的话的时候是悄悄的进行 而且大陆没有想像 那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来自于光举一个策略 它有一个策略 不是为了所并购 它是为了一个策略说 你们如果要举行社要接大陆的团 如果大陆团到这地方来 没有按照规矩 逃跑 有什么样的 要给你提示处罚 处罚什么要处罚呢 在三个月份的营业 如果哪一家旅社 去经营到这个大陆团 来到台湾 谁能保证哪一个 团里面 不会有一两个人 挑戏啊 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 那怎么办呢 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 如果一禁止你营业的时候呢 你可能整个东西 就可能营兴了 因此不得已 如果我不会有一家旅社 我就去买第二家旅社 我可能买第三家旅社 就说他已经处罚我的时候呢 他对社会有交代 哇 你有意义 你一个旅行团 人跑掉了 你把你 不变你职业 不变你职业 不变你职业的时候 还可以运动公外旅行 从台湾 在这次发生了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运气弯 我一下比较不妨面倒 结果呢 他接了大陆的一个团 来到台湾 整团的签 那运气前盘的时候呢 在官方局 马上就被政府的官员 回忆了 就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旅行社 你来跟我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讲了一大堆 讲了一大堆 还是事实已经发生了 好 你这家旅行社 从今天开始 半年之内 不得接大陆生意 是 这家旅行社走了 他这家不能接 他的子公司在旁边 还有两家 照样在做生意 所以在面对官员来讲 官方局的官员来讲 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 我说 悄悄的就会发生 再来一个就是 国民旅行社 那我们现在讲 英镑 我们来讲 英镑到达到60% 英卫到60%的时候 你会发现 英镑的成 成 就是说 所有的价格 四方公司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说 有感觉在到港 那所以呢 国民旅游的人员 可能就会成为 未来的 这个英镑人员 所以国民旅游的人员 所以国民旅游的人员 开始会被重视 很多女生在想 啊我想成立这个名次 我想接大陆的团 那你也会成立 这个国民旅游的人员 所以国民旅游的人员 这个部门 成为一个很热门的部门 同样的 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学生 毕业里头 还有他们到游业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 就是选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 就是这样 我刚才讲很多 后去我们都是在做 做国外的美国 其实在 说他们到底游业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是在贷款 其实我贷款 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国了 嗯 呃 结果现在发现 因为 大陆仍然来台湾的 已经变多了 那我开始在研究台湾 这一块市场 这个发现没有 台湾真的还不错 如果说 打扰了跟班经纪 那些招工技能 都做得好 说 台湾是值得 我们去追查的 那我们为什么去追查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次 台湾有很久的优势 是一般人 是住在这个里面 都没有办法去想象得到的 第一个我们看到地址优势 台湾 台湾是在波亚批判 飞兵安排充足之下 那个高山 那个高山 三天路里山高山 260座 然后 最高的是 玉山山 这个最高的 以它那个地形 地包 状况来讲 很多地质研究的专家 多认为 才会自己看高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 所以 所以官方认识 到台湾的 所以 它是我们的 一个 观光的一个 一个优势 一个大量 在一个 生态的优势方面 在屋地 这个面积 是 占了全世界屋地 地域的前方 之三 但它居住 有15万人之内 那屋里特别是屋里 我从小的时候 你才看到 好多气场 都在那里屋里 蝴蝶外销的国外巡 那蝴蝶是在台湾 是 的力度 这个世界的第一 另外还有一个 食物的力度 是在 第二 它的鸟类 有关各种 我们常常 在新闻上 我们出现的是 这位西的黑面地图 这位西系统的人 有时间最大 那当然还有 最可爱的地方 绝对一个百多种 中南美 和南美的相加起来 都还要多 它这个绝对也是台湾 很有名的 这个 副作 我发现日本 当初来台湾 最长的 就是台湾之后 对绝对做 很多很多的研究 现在一些研究的时候 是在台湾上 还有一个 866 台湾7个国家公里 13个公里 24个 2.45个区 好 我们以前 常在讲说 台湾有 老热带 老热带 这家很有力 其他都跟 尼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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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 零泰 尼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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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再来我们发现 就是有一個郭文維園 這個郭文維園很好的 郭文維園跟這個 還有這個 紐約的大部分 是世界齊名 他齊名 事實上是因為 正面有擺到很多 說有依待的禮物 但是呢 因為這個禮物 大陸同胞來台灣 第一站一定要進這個地方 我發現大陸同胞來台灣 這一點 如果說各位 將來 有興趣 有一天 想成為旅遊業的導遊的時候 你們要很清楚 這個地方 絕對要非常瞭解 要在裡面 道貴無流 為什麼 道貴無流 你所有的巡台 進到台灣 所有的台人 第一站 郭文維園 郭文維園的時候 如果你那個導遊 拿了外交通 這樣放 從頭到尾 放貴無流的時候 以後你的一路上 就會很順暢 沒有人會找你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你講話說 經濟爸爸 我上去跌下去 之後 你後面談 一路上 人家都沒有專業 沒有專業 你後面在那裡 麻煩 所以我們在那裡想 我們要訓練一個好的領域 我們要訓練一個好的領域 我們要訓練一個好的導遊 第一個 那發現如果我們 講不好 不及格 重新打 這個地方 能夠講 好 台灣也是一個 在文化上面 有很多的特質 因為以前 日文的統治 荷蘭的統治 或是 西班牙統治 明朝 清朝 文明是什麼 等等 那其實這裡面 就有講 很多文化 只能去看 那大部分 既然很多文化 想說 我們來台灣 我去過台灣很多次 都會進行深度的 看法 如果說 融化的位置 去把它推開一些 推開一些行程 都不及格 我們來看看 人文的優勢 西班牙文化的 也各文化 還有外資人文化 也有著名的文化 那它的料理 我來中華料理 台灣的中華料理 實在是 世界殖民 那我在講 世界三大美食 第一個是 這個 人家島在英俊 裡面的 棒的美食 那當然我們 這個 中華美食 也算是 世界有名的 但是在台灣 跟中華美食完全不一樣 台灣的中華美食 它是融合了大陸上 好幾個省份的美食 結合在一起 譬如說 我們才是想到 四川菜 川菜是屬於比較大 乳菜 山東菜是比較神的 江浙菜是比較淒淡的 我們台灣菜是比較甜的 我們就記得我們說 這個菜 可是我記得到台灣的餐廳 你說那個香菜館 你把裡面有什麼東西 也不是香菜 結果你到台灣菜的時候 你把裡面賣的 它也有北京菜 那這也是在融合 我們因為融合的時候 我們會把所有的菜 都放在一起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 在台灣的中華心 你看中華相當 太可貴了 以前我還沒想到 沒有華和山 沒有佛光山 中華還有一個中台城市 中華還有一個池 中華還有一個池 海區各地 那我發現外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如果你把安排到了 什麼中台城市 中台城市 蓋了那個 好像很壯觀的中台城市 讓我們去吃一頓飯 吃一頓飯 先跟他講 吃素 他是在中藥的地方 然後呢 台灣就坐下來發現 常常為了 在西班牙 小雀粉身 那是很震撼的 那我當台灣有很多人去做活動 比如說免水的風泡啊 什麼 我們宜蘭的一些其他 這個活動 配合的階級的人 很多時候也是 都去做對象的 來講 台灣有一個設計的優勢 台灣 台灣有一個設計的優勢 台灣有一個設計的 早期在美國的時候 大概是7點到11點 所以從早7點到 大概到11點 比較設計的 可是喔 這邊也在那裡 到台灣 大概到24小時 然後還有一個 到國書店 陳皮書店 那個陳洋書店 陳皮書店 到了台灣 大概20小時 他如果花來 他覺得他有一些 無法術有的 他說 欸 你有一個陳皮書店 是不是可以讓我去看看 在那裡 帶他去看看 所以 我們來講說 這個設計的優勢 一個店可以開到24小時 他一定要具備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 安全 他設計上是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人類很熱情 我們來講 這是我們近10年來的 瓜哥書店 這個是從光局的 在這上面當作下 的 從這上面當作 有人把光局的 我們在做實驗 你看 我們這一面當中 看上去覺得 很不夠精彩 但是這裡面最精彩 看那個數字 我們出國人口900多萬 900多萬 我們他以為 過在這個田中 就做到我們出國人 這是非常可怕的 這是比意非常大的 當然在 99年後 就是 100年 看不到就不去 到今年 這一點為 以至今年的 12月25號 可能會突破氣氛 然後我們再去看 看一下 這10年來 這個趨勢 這一點有一個趨勢 這一點有一個趨勢 這一點有一個淺藍色的線 可能因為光線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淺藍色的線 是大陸的線 從96年開始 一直往上爬 所以大陸現在進到 北岸的人數已經非常多了 這一次我們還接到一個 大陸的光局的通告 他說很怕好 就是說 因為 11場價 大陸的11場價 很多的平行 本來要去 全部去消 因為 調理台湾 所以 他就跑到台灣了 他說 如果說都跑到台灣來 我們女生要出去 去運考 少接待一些人 會覺得很奇怪 台灣就讓他來台灣 可能是花人的一幣 我們是專門的一幣 那這一個是一個額外的超學 所以這個數字是一直在聽到 然後平台概念 這個是光光 這種收入 它可以帶到我們台灣 多少 我覺得 光光已經變成了一個 很大的產業 最上面那一條線 是光光收入 而且我們外的收入 就是光光收入 所以你看 我們的光光收入 它已經變成一個 非常大的產業 請問一下 好 希望大家看一看 光光產業能不能 這個 這個 變發展 變化好 當然我們也知道 光光產業很明顯外貴一樣 我們不算外貴一樣 我們不算外貴一樣 可以造成哪些 那都是大陸人 把我們這個地方的品質搞壞 那大概是 其實一下 我們也要去思考 那我們在觀光上面 有什麼其他的新作品 所以你要 應該要想到 去發展一些新客人 新的客源 包括油輪 會展 高窗的群 包括東南亞的新副階段 大陸人 大陸人問說 東南亞的幾個國家 比如說 像 太國異 對音樂 和印度 你剛剛如果說 這幾個國家 我現在發現他們那個有錢人 來台灣也是 不得了 你要去 看著台灣在那邊 賣那個 那個大航機 給我包子台 整個一包子台 看到那些iPad 然後給我包子台 都是這樣來的 當然他這樣來 我們就可以收段行 那我們當然是鼓勵這樣 所以說 高消費局 東南亞的新副階段 也是不停的在進行 因為這些國家都開始 意美化展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 這個地方 那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其實有事 就是意美文化 當然 現在我們 想到意美文化 有點好 要學韓國 韓國的美容 是不是做得最好 可是中國大陸人 會到韓國去美容嗎 我們都認不可 我們台灣會到韓國去美容 我們認為不可 可是大陸人會到韓國去美容嗎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們強制國 我們都可以拖動 那他 所以現在在台灣 發現 逼美文化 已經開始崛起 所以在路上 發現很多 這個 這個 這些 醫美的診所 已經出現了 那這些出現 最主要 他去面對的 就是大陸一些 來到台灣 他如果能再更多 充分的時間 他可以在這邊多花一點錢 去領域 想要回去 就可以領域 這次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在2011 這個十大 這個 十大地區 台灣地區 那第一個是一夜市 第二個大概 一、三、三、九月 大概 中文節 等等 那我萬一說 一夜市的話 也是我的職業去 去發展 那我發現好像 不然間是 四、零夜市 也好 或是台南的 我台南的 撒高麗芒 那我小時候 六盒夜市以後 他剛剛都已經 都要再學習了 大陸人來台灣的時候呢 他們有時候呢 要到夜市去的時候 你多吃一個 花精 那幾對 都被一個花精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吃炒蛋 那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的 產生 就是說 這個文化 能不能讓他們 在那裡發消費 所以啊 我們現在流業 也只要在安排 就是說 例如有些細胞 就是說 譬如我們到每個地方 去做開會 我發現這裡有午餐 那我跟妳講 今天午餐 是不是很特別的午餐 然後 後來是 午餐10秒 就算一個便當 你的便當中 那邊有 有什麼 燈櫃啊 什麼其他人一起 包在裡面有什麼 四盆 都包在一起 有便當中 這個都是從 可以吃 沒皮過來 那他現在一定是有 在包裝備的東西 那這樣子是另外 有新的模式 那這種新的模式 可以讓他們帶來 有新的感受 所以我想說 這都是 從這些景點發現 其實我們在安排 都不是在便 那便的最高 不便 就是差別的東西 最後 大家再講一句 就是 我們預期在外觀的狀況 比如說 改進行發力 今天是2012年 我們剛剛在講 改進行2012年的時候 剛剛廢生計劃 廢生計劃 廢生計劃 最後一個就是 改進行發力 改進行發力 它的執行能量 每個384萬人 包裝備 1870億元 10萬人自身造成 一個人口 明年投資 183-14 這些種種 在當時來講 光廢的計劃 其實是 沒有拿到目標 那我剛剛是在講說 我們用這個來看 改進行十六年 今年物件為止 在今年年底 大概七來萬人口 進到台灣來 所以在2016年 如果一年 增加一百萬元 年紀的 有那個情況 所以我在講說 我們今天 十六年的時候 一千萬人口 光廢的時間是下雨 然後結果有20萬 再民間口值三千 我們還會再有期 相關的領埃率 那這些種種 對台灣來講 未來 發生的話 會越來越順潮 但是發生的話 裡面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項 就是 這個行業 是一個人的行業 這個行業 需要很多生命區 這個行業 需要很多的導遊領隊 那這些導遊領隊 是什麼來的 其實 或是來自雲克 大概也需要很多 P.A.的學生 他們P.A.也有一個 熱情的 加入到這個行業 我在很多草莓上 大家在莫說 我們應該趁量 才可以加入到能力形式工作 其實到底是工作不難 你知道一歲師 可以看什麼 有人在應徵 人家訓練工作不來 但是 我在應徵六的時候呢 我會常常對一些 懷疑一些充敵的學生 我會問他們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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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 那些人會問他們說 我會問他們說 你為什麼 有興趣 你這樣 想到游業 他還說 其實我對游業很有好感 我很有興趣 希望環遊世界 希望人家會長得更多 但是我終於 就會跟他們講一句話 要舉行這工作 不是環遊世界 我們舉行這工作 是服務環遊世界的人 所以第一 要有這種心本心態 那你如果需要這種心態會的服務 然後 大概都會每天一組 當然其實很難 也是非常歡迎 那我跟你們說 很多的同學 你還會問我說 欸 我已經有導遊指導了 如果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不叫我去考 所以我已經考到學生 我也會問你 你會知道 所以喔 可以到公司裡面來 是不是在幫你帶考 我跟他們講 可以啊 我說 但是 我說如果今天 你是 如果你是客人 你花了錢 參加一群團 那結果 一個上陣的人 齁 在蓋團的時候呢 他跟你講講 上去一間假期 或是 講得不夠順暢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他說 我不會參加 我跟那個隊伍 那 如果你不會參加的時候呢 我會說服 你有這個指導 但是你有這個心念 然後來蓋根團 但是 我想歸講 人中疑似 那我們怎麼再做 讓他們第一次 就要讓他們成功呢 其實 各家的評価 都有他們的畫畫 那 不停地在做訓練 那也就是說 讓我們每一個人 能夠在最快速狀況之下 加入到我們的訓練 又不會上司機器 然後最後來 可以上陣 可以就來車上 拿到麥克風 去給人家講話 然後讓所有的客人 能夠在這裏 我跟你講 這是我今天 這個報告到這裡面 因為時間是 我們規定的 我大概報告到時間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 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可以在這邊 可以抓到 在我們台灣 那個GDP 不斷地在下降的同時 我們發現我們的觀光產業 還不斷地在成長 所以我覺得 可能未來 這也是我們 將來很好的一個出路 我不知道同學有沒有問題 我想 如果有一部問題 要替大家問一下 就是 不曉得 參加這個旅行業 譬如說 這個旅行業的話 如果我們同學 應該是比較需要 具備什麼樣的人 的特質 是旅行業比較歡迎的 這個旅行業 這個人的特質 很簡單 活潑開檔 會唱卡拉OK 會跳舞 會愛街舞 這些都是什麼 在 在服務客人的人群之中 其實我們面對的客人 有很多種 百般的客人都有 那我們其實是去面對它的時候 我們是拿出我們的誠心 去做我們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一般的狀況之下 那個 我們對任何來加護到我們 有業人 其實並不設限 但我們也知道他們在各個 我們也不希望說 全部都去不同之心 因為所有的客人 進了這個行業 太多難度 我們常常在安排的一些活動 有個團體出去是攝影團 那可能我們會需要一些 會攝影的人 那我們有時候會 我們會帶的一些團 是出去唱歌的 那可能我們會派了一個領隊 使他們的歌比較興趣 我們也會派了什麼 球隊出去的 那可能在那個領隊方面呢 是具備有球隊的 相關之心 比如說 在整體來講 各行各業 都可能 都可能 踏入到各行業 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要講 我們服務的熱情 畢竟我們是一個服務的行業 服務的行業 也就是需要 人 見到人 見到客 就是以客為論 這個最重要的 謝謝 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也都去考了導遊跟執照 尤其是現在他們都已經開始在接很多的 由大陸來的觀光團 所以我覺得 不一定是觀光科系的同學 才適合旅遊這個行業 那我也覺得商館的學生是很適合的 新瑞旅行社 那個羅總經理 他們這個旅行社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旅行社 那一般的旅行社 可能他們做很多 這個譬如說 那個奧棒或音棒的工作 根本發現新瑞旅行社 他們常常 他們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重點 是他們是在做學生的機票 還有學生的海外打工 這個也是現在非常夯人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這個羅總經理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新瑞旅行社 他們的這個很重要的工作內容 謝謝 其實這個我們在做學生 我們工生成立十七年齁 十七年齁 十七年的時候 我們一直是以學生這一塊 這個族群齁 來做為服務的目標 那當我們在做十七年前的時候 成立的時候齁 我們其實跟國外求經 取經 也就是說到國外去讓人家 去學習到說 國外怎麼樣去服務學生這一塊 那 無休為了回到台灣來 我們把這個道理講給各好多司 其實各好多司都搖搖頭 說我沒有必要為了你們去準備一個特別的工作 但是在這十幾年來 我們這些人 又發現 學生前 確實有一些完全不同屬性的東西 我們在講最簡單的背包客 背包客出去很多這些事情 那今年齁 在日本有一家瑜伽社叫做JTP 非常有名 在世界上還有一次四大瑜伽 非常有名 在台灣任何一個瑜伽社 比起他們呢 就是小文件 小文件 小文件 它在全世界裡頭 大概三十幾個國家都設有瑜伽社 光是在加拿大一家公司 是這麼大的 這家瑜伽社非常有名 結果它在美國市場上的一個調查以後 它發現說怎麼到大陸 或者到美國區的一些學生 或者到美國區的一些參加他們的瑜伽 怎麼都來自欣慰與瑜伽社 那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賣了很多學生的票 那這些學生到了美國區以後呢 他們可能去打工 他們可能去做其他其他活動 在他回來的時候呢 沒有任何平台無故的時候 說做完事情做了飛機就沒辦法 他一起三人的保友去邀約 就說我們可能到哪裡去玩 但你到那邊 臨時期說我要去玩這個東西 我要去哪裡玩 我要去洛杉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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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哪裡玩的時候呢 怎麼辦 大家就找當地的名字 結果一早找到這裡去電視啊 所以在當地的數據上 剛才說台灣去 在當地參加 當地有興安的 這個 這個 成員 來自台灣呢 是原始於新的語誌的最多 所以他來找我們 希望我們來做的 那除此之外 我們是跟 在很早期的時候呢 我們跟世界學生理作 世界學生理作 簽名的合約 他是授權我們在台灣 但他們只有兩條語誌 是可以發起國際學生政壇 你有沒有聽不懂的 聽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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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生政 有沒有看到一個語言 其他人都不一定化 不會吧 還是都睡著吧 國際學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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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目前跟很多大學 是在做合作 我記得 高文化學 還有 東華大學 他們的學 他們的學生政 就是國際學生政 為什麼要有國際學生政呢 就是當學生充滿機票的時候 你可以充滿到學生機票 但是我憑什麼證明你是 你是具有學生的 你可以講說 我有學生證 我有學生證 好 以前就曾經發生過 我假設說 我又到國外去 我買一張學生機票 在台灣沒有人認得我 可是我到外國去的時候 我拿出來任何學生 認知中華的 所以知道我是學生 我要說 我想蠻聽聽的 我隨便拿一個公司證 我就給他 他是不是要認我 是學生呢 所以為了 那樣子的制定的 一個叫國際學生證 國際學生 就是國際學生 他授權分解還要發行 也就是說我們在認證 任何一個人 買學生機票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裡 讓他發行 讓他換一套國際學證 這個企業就好像 國際教授一樣 我們在台灣學教授 你出去的時候 你要開車 你要後國的教授 那同樣的問題 你在台灣學生 你出國去的時候 你要換一套國際學生 換一套國際學生 換一套國際學生 你買一套機票 可以截止三千到八千 或者要看企業再忘記 那假裝這個妹妹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牙醫 他有一天心血牌常 突然想到說 他說他要去讀書 他要去讀書 他要去讀一個人叫DNV 他讀完DNV的時候 就跑來跟我買條 他一直都是跟我買條 我的專業現在已經 他說我卡著書 所以你現在去 有決定身份 你可以買學生票 他說真的 那我可以省多少錢 我說可以省 那你一天 都好去的時候 自己拿完機 超了八千塊 我說你這一套票 給省八千塊 他說也不是我們可以去 我還帶我太太 我兒子 我兒子 我女兒 又四個人 旁邊一個人可以 因為有些人都是規定 唯一是票 可以 就是具有 就是先生可以帶太太 可以帶小孩 同行 同去同回 那他正常適用這個規定 所以他買了一張票 只能八千塊 但是他帶來只能八千塊 小孩 兩個小孩 所以吃一家 一家四口 只能三萬兩就三 哦 他覺得很好 結果不只吃一次 因為他在國隊院裡面 他只要到美國一趟 他只拿去烤 他只能到 到美國去 這個 回去這樣 所以他每次一回去 都是做一張便利 每次都是 三萬二三萬二 一去好幾年 然後他這個 你不確實覺得 是真的 他在到我們買票的時候 已經是買到買票 所以這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做成的 平革學院 我剛才講說 JDB 他現在看上了 他希望 我們幫他協助 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推展在美國的包裝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在未來 也就是說 趁著現在 美國簽證開放 也就是說 從未來不久 英國內宣布 未來不久 到美國去 是不需要簽證 你要到網路上 再擠幾家 就可以去了 那如果可以去的時候 這個旅遊人口 一直會增加 千萬美國人口 也會增加 人口一定會增加 他請我們 一些廚房 在台灣去 去做這些產品 然後嗷嗷的產品 讓他們來有機會 在 普通台灣人口 這是我們公司 簡單的 這個業務 我們現在目前 除了 這個 做學生 出國以外 我們另外 還有在做 學生到台灣來 大陸很多的學生 到台灣來 也經過了 一個系統 到我們公司來 也有一些 大陸的團體 或是我們 跟那個團體 送到大陸去 歐美 只是這個比例上 還是以前往 美國歐美地區的 學生 今天非常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 羅總之明 請大家熱烈的舞蹈 如果你看 給大家有問題 也可以給我下來 謝謝